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182条 这个部分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是说的侵害了自然人的公开权 他的这个赔偿方法是怎么赔的 就确定这个赔偿责任是具体的规则 那么这个条文说的这样 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 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或者被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 那么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和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 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 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 相应法院提起诉讼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赔偿数额 说的是这个问题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首先应该先理解公开权 就是人格权边有一个条文规定 就是自然人享有的这些人格利益 它有个公开的权利 那么这个公开的权利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每个人享有的 姓名名称肖像等等这些人格利益 可以许可他人使用 那么许可他人使用以后 他人就使用的时候会发生一些 增加一些财产 产生一些财产的利益 那么财产利益应该归权利人 所有那么双方来讨论这个东西 怎么来处理 那么如果没有经过权利人的同意 然后就使用这些人格利益 那么造成损害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呢讲的就是关于公开权的问题 那么侵害公开权以后 这个赔偿责任怎么计算 原来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 做了一个规定 内容大致相似 但是这一次 民法典对于这个规则有了变化 那我们说 侵权责任法第二十条 规定这个问题的时候 它是有分三个层次 第一 是按照被侵权人 因此受到的损失计算 就被侵权人 你损失多少赔多少 第二 如果这个方法不行 用第二个方法 就受害人 侵权人因为侵害你的人格利益 他获得了多少利益 获得多少利益 承担赔偿多少责任 赔偿多少的责任 那么这些都没法算 那怎么办呢 法院估算一个数 这是原来侵权责任法 第二十条规定 是这样一个规则 那么现在呢 我们现在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 这一部分呢 把这个做了一个调整 就是侵权人 被侵权人受到的损失 和侵权人所获得的利益 这两种方法是都可以用的 它们之间 没有一个先后顺序问题 就是你首先必须得 按照你的损失来计算 损失计算不了的 才按他受的 侵权人获得的利益计算 那么这样呢 就受害人就 这个权力就受到了限制 我受到损失 实际上我受到100块钱损失 但是他赚了1万块钱 那我也只能要求100块钱的损失 那我们现在呢 现在民法典这个条文 把它变了 所以这两个方法都可以 用受害人受到的损失来计算也行 用侵权人获得的利益来计算也可以 那怎么办呢 这个选择权交给被侵权人 那被侵权人你自己衡量一下 你用哪个方法对你的利益保护得更好 你就用哪个方法 那么这样就解决了一个问题 就说 我是被侵权人 你使用了我的肖像去做广告 那然后呢 我受到损失可能微乎其微 但是你这个广告使你算 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利益 就像我刚才讲 我自己损失一百块钱 他赚了一万块钱 那我去选择的时候 我就请求一万块钱 我就让你按照获得的利益来确定赔偿责任 那么这样子对受害人不是好吗 对保护受害人的利益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这个改变 是完全站在保护受害人的立场上 来做的这样一个规定 所以呢 这个条文规定 这个在对于侵权责任法 这样一个计算方法的改变 是非常非常对的 那么 受到损失也不好计算 获得利益也不好计算 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当然这时候就按照法院来 法官来作定 那就是后边这一个 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利益 都是难以确定的 那么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 协商又不一致 那么这时候呢 向法院起诉 法院确定 好 那我们可以把这一部分完整的说起来 第一 受害人有一个选择权 是按照你的损失计算呢 还是侵权人的获得利益计算 受害人有权选择 第二 双方可以协商去确定一个赔偿数额 他们双方确定一个赔偿数额 大家都接受的 没有问题了 第三 你协商也协商不成 那么向法院去起诉 那就法院 法官根据情况来确定 就是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赔偿数额 这就是这个条文确定的 侵权公开权的时候 确定赔偿责任的方法 做监定赔偿数额 避免